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五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数以一击的中国大陆民众在1月21号开始度过农历新年 但是许多人将在悼念疫情中病逝的亲属之后和家人团圆 因为疫情失去至今的人们 对于当局毫无防范计划的突然放开导致的惨剧感到愤怒 而英国卫报报道 中央网信办在18号起启动清朗专项行动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防止渲染灰暗情绪 报道引述中国传媒指出 各地网信部门和网站平台将加大网上巡查力度 确保首页首评 热搜榜 热门话题 热点推荐 弹窗 资讯流 评论等环节板块生态良好 专项行动还要求 严肃查出一批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及账号 查办一批典型案例 形成震慑效应 有一位四川网友在网上透露 20日返乡过节时发现 沿路家家户户都在办丧事 诡异的气氛与即将过年的喜庆气氛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似乎给中共要求过年宣传的正能量打脸 网友评论说 以后要不要连丧事都不准办了 理由是散播社会阴暗面 大陆人民的基本权力 知情权被剥夺了 更多的人是在嘲讽 这是要过年了 刚好丧事喜办 这很中共国呀 1月18日 习近平视频连线慰问 向国人致以新春的祝福 但是外媒观察到 习近平面容憔悴 讲话低调 偶尔似乎做出努力微笑的样子 有评论说 习近平的讲话 捅破了更多的实情 一连串的指示 把医院人满为患的真相和盘托出 也证实了医疗系统崩溃后的混乱状态 同时也暗示了大量的重症患者 难以救治的事实 习近平也称 农村医疗条件相对的薄弱 要补齐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短板 视频人士中原评论说 习近平不得不承认 疫情依然吃紧 这对中共政权和中共高层的权威 都将继续产生严重的冲击 中共最怕的 当然不是死多少人的问题 而是担心因此产生新的政治变局 中共确认了3月4日召开政协会议 但是中共两会能否顺利的召开 中共退休和在职的官员都已经并没了一大批 后面还会包括谁呢 中共高层权力能否如期过渡 看起来这都是未知数 中共过年假期将至 正逢当局松绑防控 中国的官媒称 平均每天有24万人出境 既然中国大陆感染率这么高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境旅游 是否会带动所到之处的疫情的快速传播呢 很多国家因为担心再次爆发疫情 都对中国旅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防控政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到目前为止 没有对中国旅客实施防疫限制的国家 并没有出现疫情加重的迹象 泰国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携程近日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 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十大出境游目的地 分别是澳大利亚、泰国、日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英国、中国、澳门和印度尼西亚 其中中国新年期间赴墨尔本的旅游订单 同比增长超过了50倍 曼谷增长超过10倍 陆媒11日报道 中国出境旅客几乎一半都去了泰国 曼谷邮报引述索瓦纳普机场负责人指出 1月16日到28日中国新年期间 预计将迎来180万名中国大陆的游客 旅居泰国的华人洛先生说 1月9日开始陆续来了不少人 泰国民众其实也知道中国疫情好恐怖 所以还是很担心的 为了生活也没有出现大的反弹 但是泰国并没有疫情的大爆发 或许说明这个病毒只是在中国其作用 不仅如此 使用谷歌疫情统计 搜索上述十大目的地 以及意大利 发现这10个国家的疫情都在回落 而身在马来西亚的谢先生 也没有看到当地的疫情 因为中国游客的涌入而升温 新西兰1月16日通报 过去7天的平均病例 比前两周有所减少 台湾卫生部门采检到的大陆主要流行病毒 仍然是BA5和BF7为主 其实不少出境游的中国大陆人 病毒检测呈阳性 例如众所周知的上个月28日 飞往意大利的航班 被检验出超过50%的人呈阳性 中国大陆80%到90%的超高感染率 游客来到了境外 这里面也包括香港和澳门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疫情 为什么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 大部分反而下降了呢 自媒体人唐靖远说 同一个病毒在大陆 它表现出的是核弹级的爆发 连二次感染这种重症都频频的出现 为什么一到了海外 却立马的就变了一副面孔呢 很显然 瘟疫是有针对性的 时事评论员王赫说 为什么要针对中国人而来呢 中国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在控制着中国 所以中国这些疫情的独特现象 一再表现了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 所指出的 疫情是针对中共而来 对于身在中国的人们 如何躲过这场有针对性的瘟疫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开示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一家美国非盈利机构 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显示13个中欧与东欧国家的民众 在俄乌战争仍在继续的背景之下 对中国之间所谓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表达忧心 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 对北京持负面的看法 民调中还针对中国 美国 欧盟政府就疫情的反应 人权记录 和对台湾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查 美国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 进行了这项民调 大部分受访者不仅对中俄的 伙伴关系感到担忧 而且支持本国政府 对中共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行为 采取行动 民调发现 61%的受访者对于中共持负面的看法 其中有34%的受访人在过去12个月之内 对于中共的看法更加的恶化了 而这34%的受访者之中 又有其中66%的人认为 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是支持他们对中国看法恶化的最大原因 有4成的受访者认为北京支持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另外台海关系也是欧洲人关注的重点 不过在这个议题方面 受访人的看法并不一致 有46%的受访人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仅有36%的受访人认为 欧盟应该介入台湾问题 但国际共和研究所专家沃里奇称 欧洲人对于台湾议题方面产生分歧 并不代表欧洲各国政府将会更为谨慎 保守地采取支持台湾的行动 相反的 欧洲已经知道与一个专制国家俄罗斯做生意的代价 这将会继续影响它如何 来与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专制国家中共打交道 我们将会继续看到欧盟和台湾之间的 政治与经济合作不断的增长 比如最近德国联邦议院及立陶宛议会的代表团 所展示的那样 这次民调的13个国家 包括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克罗埃西亚 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立陶宛、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和希腊 随着全球疫情的趋缓 各国旅游业也在逐渐的扑苏 美国《纽约时报》公布最新的 2023年最值得去的52个地方的榜单 其中台北市已第36名入选 报道更形容游客能享受从霓虹闪烁的夜市 到传统古朴的寺庙 还有台北的低犯罪率和自然美景 根据《纽约时报》推出的列表 第一名是英国伦敦 第二名是日本严首县的圣刚 第三名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纪念碑谷 而台湾则有台北上榜 根据2022年版本的最值得去的52个地方 台湾没有上榜 今年台北直接从榜单之外进入了第36名 《纽约时报》报道中形容台北 对游客来说能够有各种感官的刺激 还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 低犯罪率 空气清新 报道指出 台北拥有各式美食和丰富的文化乐趣 尤其是台湾灯会 睽违20多年重返台北 游客将能享受2023年的台北元宵节 大赞台北在2023年 依然是个能够欣赏人类巨大创新力量和理想的地方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 说宋祖英移民美国了 这正在党国需要他带头唱好日子的时候 他怎么去跑了呢 日前网上流传出的消息说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掌权时带头淫乱的四大情妇之一的宋祖英跑路了 这一时激起了千层浪 网友说只要想起这个唱歌的入籍美国时宣誓效忠美国的情景 肺就会感觉被气炸了 也有网友联系实情质疑说 这不太可能吧 他不是被封为将军了吗 军人不会有护照在手里的 他必须先退伍 然后再退党 然后申请个人护照 然后才能申请移民 网友就议论说 这万一要是真的 美国居然能让党国军级的人都能入籍 看来也真的是太包容了 还有人说 中共的高官家家都有人在国外 专备中共培养贪官和酷利的中央党校教授 退休之后来美国享受自由 发挥余热 红色演员们个个在美国都有家 入党为了生存 出国是为了彻底的安全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